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对迷你版小妮口身上的装备有什么奇特之处 一般这种小pony都是成双成对的 它们的身高和体重基本上差不多不能悬殊太大 这边同事先把它的龙兔解开 再把整套装备从头套在身上 重点是背部这根缰绳一定要从尾巴里面穿过去 然后给它扣住 这是为了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肚蛋弄完之后再把它的水勒带上 突然发现水勒上有两个方片正好卡在眼睛的部位 肯定很多人心想这样不就影响马儿的视线吗 其实这样做是为了让马儿专心工作不要分散注意力 备完装备同事带他俩坐电梯去场地开始工作 先把他俩放在车子的两边 然后师傅把他侧面的缰绳挂在车上固定住 再把他俩背上的缰绳连接在一起 刚刚才知道这两只小pony拖的小马车居然有600多斤呢 到场地后外交再检查一下装备看是否安全 怎么样外交还挺帅的吧 车厂披小马中间隔了根柱子 本以为是为了防止两个马打架用的 后来听教练说才知道原来是用来拐弯的 从漫步转换到快步的时候 必须要有口令 鞭子 缰绳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行 坐在马车上才感觉原来小马跑步的速度还是挺快的